來這裡我們看第9題的單選 他說有一個人晚上12點在阿里山看星星 然後呢邊看邊拍照 面對北方長時間的復光拍囉 所以呢我們看一下右邊的圖怎麼了 那基本上拍這個呢 記得他的名字叫做星鬼星星運動的鬼姬 星鬼 然後呢最常問的呢通常會問的叫做他到底拍了多久 那先找到面對北方 然後所以我這裡有寫一個面對北方右手為東左手為星 然後呢 我們的星星等會東升西落所以這裡很多顆星星假星星乙星星點星星任何一顆都一樣 他的 弧度一樣 我所謂弧度的話等於呢譬如說這個乙星星 原本呢在該位置後來移動在該位置我以 他們兩個的端點然後連接到歐點因為歐點是不動的他喔 歐點是北方不動的他幾乎叫做不會動的北極星 所以呢這裡等於看起來呢大概呢可能 觸估45度好了 我說觸估因為我覺得他看起來差不多90度的一半 就這樣子90度的一半 所以我說觸估的話以可能呢叫做 45度的弧度大小 那我講這一個45度的弧度大小是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這個最常問的叫做拍了幾個鐘頭 記得一件事情地球會自轉自轉一圈呢 轉一圈360度 轉一圈呢花了24個小時 所以呢大概一個小時呢就叫做15度左右 意思剛才說的弧度大小 45度就拍了三個鐘頭 這件事情你要記得喔因為常常問的這件事情一定會問 其他的呢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囉 來第一個選項的話他說呢當天晚上他看到了星星這個假星星有A到A OK吧 因為呢A的方向呢是東邊慢慢的往上 就東邊慢慢到頭頂然後再慢慢往西邊落下 等一下我沒有看錯 啊 應該是A吧 我當然有有有看沒有到 A所以這裡寫A不行 應該是A到A的位置才可以 再來 B選項呢 假恒星假恒星怎麼了拍最久嗎沒有啦一起拍那種拍最久 大家的時間一樣長所以呢 他的 弧度一樣長 啊沒有拍最久喔是大家拍攝時間 一樣長 只是呢這個假星星 距離北極星 比較遙遠 所以才會整個 A A的弧場最長 喔所以這裡才寫 他是因為看起來距離天北極比較遠所以呢他的軌距才比較長 喔那所以呢B也不好囉來 C選像剛剛講的45度所以三個鐘頭應該可以 豬的部分呢我們歐點呢幾乎不會動 喔幾乎不會動啊他這一寫完全不會動 事實上呢叫做看起來肉眼沒有太大感覺但是因為他很肯定用完全不會動 就會有爭議 他只是跟天球北極很接近 他用完全不會動所以才會說他不好 才會說C比豬來的好 但說坦白如果沒有其他更好的選項包括如果沒有C我只好選豬 因為比較而遠他叫單選題就這樣囉 按暫停的 拍打 好